记者林良生台北报道,新党主席玉慕明日前表示,如果台北市民进党推出人选,新党就支持柯文哲。 国民党主席吴敦毅今晚受访时表示,会尽力团结路线方针相同的政党,但如果路线与方针不同就有困难,我们不强求做朋友也很好。 玉慕明日前在美国会见支持群众时指出,新党支持新北市副市长侯友宜参选新北市长,不支持前台北县长周锡伟,假如民进党推出台北市长人选,新党就支持柯文哲。 服从泰国返台的吴敦毅今晚出席美丽台湾3D电影首映会设访时表示,会努力让所有路线方针相同的政党团结在一起。 国民党的路线就是在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识基础上,坚决反对台独,两岸维持和平稳定发展,跟国民党方针相同的,全都会努力争取。 吴敦毅表示,2008年立委选举,当时国民党与所有同样方向路线的政党团结,以搭公务司的方式提名优秀人选,争取所有能够争取的力量,团结在一起。 但如果路线与方针完全不同,就有困难,我们不强求对于是否会败惠玉慕明。 吴敦毅说,他玉慕明已经说我一直没讲统,路线一定要弄清楚。 相同就做伙伴,如果路线不同就做朋友,做朋友也很好。